OK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上个礼拜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那一样每次上课我会把影片放在那个我们论坛里面 那回去的话请各位建议就是还是要实作 尤其是程式部分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像上个礼拜那个151这个瓜糊自串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就是函数的方式 当然里面会用到像Find函数还有像Mid像IfAir 那如果说要把刚刚讲的这三个函数把它转换成VBA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该怎么做 这个可能还是要熟悉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接着机会来看一下另外一道题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打开那个我们的云端白板 然后呢找到第一个单元里面 那这边有一个题目就有点类似像上个礼拜这个瓜糊自串这个 上个礼拜瓜糊自串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把瓜糊里面的资料抓过来 那如果说没有资料它就保持空的 那当然有几个方法不外乎就是用函数 有Find、Mid跟IfAir那最后做出来就像这样的一个完整公式 那另外的话如果要把它变VBA的话 当然要不就是你把它直接输出公式 那要不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变成这个VBA里面的一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那当然呢你可能就要想因为Excel里面的函数跟VBA里面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想说那在那个VBA里面我要用哪一个函数取代Find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叫做E3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话呢它用的方式跟Find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差别这两个参数就颠倒了 Find的话是先给刮符再去哪边找 那这边的话刚好颠倒 那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前刮后的位置把它存在A 找到那个后刮符的位置存在B 然后呢再利用Mid呢去把这个A加1就是位置 就是刮符的位置后面一个 然后呢总共几个字就是把后刮符的位置减掉前刮符的位置 再多一个字就减一 那一样可以把资料把它抓出来放在储存格里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想会还蛮常用到的 包含就是说呢如果你要的资料刚好是在储存格里面的某一个部分 那就很适合 当然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的话变成你要土法链钢 另外的话上个礼拜还有讲到Function 也就是说在VBA里面呢还有 它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呢你可以插入函数的时候可以在使用者制定里面找到一个你自己写出来的函数 OK 那这个的话也是VBA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好像大部分同学比较少用 不过至少也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有这个东西 OK 那今天的话呢请各位打开云端白板里面的另外一道题目啦 这道题目的话呢 我资料量就会相对的多很多 像151的话只有大概9笔资料 那请各位开启那个什么台北市住宅切到点位这个 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的话基本上呢它是利用台北市资料大平台提供的 网址在这边 你可以点选它 那 其实我主要是怎么样 在那个资料大平台里面 其实你可以查 那个时候主要是想说 想知道一下台北市的那个治安到底好不好 所以那时候就找什么 找那个 像窃盗 OK 然后其中的话呢 你查一下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很多有关那个 窃盗相关的资料 那 如果拿来做练习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 其中的话呢 你只要找到资料格式是CSV的 其实就可以直接用Excel开启 那其中的话呢 这边就有什么 机车、汽车、自行车 还有什么街头抢夺的 那其中的话呢 住宅应该在下一页吧 我看一下 它这蛮多的 那其中的话有一个是住宅 在这里 第二页里面这个 那 我们可以直接点选这个连结之后 直接按下载 OK 然后呢 它会是一个CSV的档案 那我们就直接开启呢 它就会直接用Excel打开 那假如说呢 我今天 我需要 我希望统计一下 就是说 诶 到底那个台北市的治安 比如说我想 想要知道说 到底哪一区的治安是 就是窃盗案件最多 相对的治安 也会相对是比较差的啦 可以让它相对的 然后呢 可是问题来了 那个 它只提供一个什么 发生地点 所以如果我想要统计的话 说真的 前面有讲过 枢纽分析表 有个概念很重要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那个栏位 你就没办法做那个统计 所以呢 如果你要统计分析的话 那第一个 你需要先把 你要统计分析的那个栏位 把它变出来 所以 第一个需要做什么 请你在那个一栏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按右键 插入一栏 那这一栏也叫区好了 也叫区 假设的 我需要变出一个区出来 那怎么做 区相对的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刚好发生地词 它的那个区刚好还蛮固定的 第四个字 取三个字 所以其实这个的话 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是用密的就OK的 但是 比较难的 假如说 我想知道 当然区太大了 我想要知道 细一点的 细一点地址里面有什么 哪一条 甚至哪一个里 有没有 甚至哪里 不过里也太大了 那再来什么 刚才哪一条街 或哪一条路好了 比如说它地址里面一定有什么街 或什么路 OK 有没有 那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街 什么什么路 还有什么 应该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道 因为市民大道 或凯达格兰大道 有没有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 查出哪一条路 它的切到案件最多的话 那再来第二个你需要再插入第二个栏位 也许叫什么 叫路 可能 要不然它也许叫街 也有可能叫道 可能就这三个吧 路 街 或道 好 那可是这个就比较麻烦 刚刚那个区的话 其实它位置固定了 第四个字取三个字 用密的OK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要取的是什么 什么街 什么路 什么道 然后把它抓到这个栏位里面来的话 那这个的话 难度相对的比较高 OK 那其实你们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其实 第二个题目 跟上个礼拜的一无一有点类似 只要你抓到什么 抓到这个字的前面这个字开图 也就是说它是不是有固定的规则 有没有 你会发现哦 分析一下 它的街前面有可能是里 这个也是里 那也有可能是什么 像这个就只有区 你会发现它这个地址 好像没有什么规则 其实理论上应该要固定规则 你要不是详细的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说你 只要有区 至少有区 可是它这个好像没什么规则性 像这个的话 前面这个 前面也是里 像这个是里 像这个的话 这个也是里 那有没有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 这可能 前面的这个字 所以有点类似像瓜糊的概念 前面可能是里 也可能是区 还有可能什么 还没有别的 也有可能是零吧 它这边应该也有零 开头是零的 也就是说前面的部分 可能有这三个可能性 那就麻烦了 所以如果有三种可能性 那你就要做逻辑判断了 那要怎么刚好逻辑判断 如果你实在是 没有别的好方法的话 那这样最笨的方法就是什么 Ctrl C Ctrl V 那变成你要用眼睛看了 那就不是OK的方法 所以请各位 试着先把那个什么 就是台北市的那个 住宅切断按键这个部分 先下载下来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先产生这两个好了 那当然有个同学说 老师那我想知道呢 这个科B上论之后 到底治安变好还是变不好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个104年 再来105年 106年 所以Ctrl 向下 它这个资料 是到110年的10月1号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可以怎么样 那把每一年发生的切断按键 加总起来 如果以数量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指标吧 算蛮客观的 如果切断按键变少 那相对治安应该有变好 可是呢 如果治安的切断按键增加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变差 只是说呢 要怎么 来去做统计分析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试试看